老天们大家好,我是一个做高堂老豆腐老板,我们这一做就三十年,三十年里日月也两,我一直在自己的地里,或者有的时候有朋友叫我上门去制造制造豆腐的做法,我一直在外地,每十年配自己的家人,每十年配自己的孩子,有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想念,就是这个中修佳节的时候,就是我守着一个任务,就是说配配自己的孩子,配配自己的,就是还有家长啊,还有朋友啊,就是说, 感到是特别特别幸福,大家先,就是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呢,别着急兜牌,我们也更相似的了解一下,就是说,我的神话,和我的就是,我以后将要怎么做 每天总要喝豆腐那种大叫做,每天的,无非是埋豆子,磨豆浆,澳豆浆,淀豆腐,然后这还有澳柳什么的,每天的神话,我基本上每天的神话都是这样 然后呢,有点高通的豆腐,这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说,它可以只适合赏屋和中午营业,到下午的时候,你可以配自己的朋友,一块味味也是,也是有时间的 大家看看 还有这个扫鸣,有的时候我也配搭着扫鸣的神话,我们扫鸣就是为了做好它,我也牵起来研究 了解更多,关注一下,给你带来更多的干活 中秋节,刚刚过去,十月一,马上就来,然后呢,虽然工作比较方便慢,不要争钱的冒于自己的事业 晚上的时候,因为我们是赏屋和中午别冒,晚上的时候,多配为自己的孩子,了解更多,关注一下 好,呗